在前一支影片 我们介绍了常见的有机乳化物 及它们的中文系统命名 和非极性的甲丸相比 由于氯原子与碳原子间的电负度差 与氢原子与碳原子间的电负度差不同 因此氯甲丸具有极性不同的两种供价件 所以是极性分子 活性叫甲丸来得大 也容易进行反应 有机乳化物可以由丸类在UV光下 进行乳化反应置备而得 例如甲丸和氯气 在照光的条件下 可将氢原子取代成氯原子 生成物为氯甲丸 反应式写作 甲丸和氯气照射UV光后 生成氯甲丸和氯化氢 反应开始时 氯分子受UV光分解为两个氯原子 这类带有未成对电子的原子或离子 又称自由基 氯原子进一步和甲丸分子反应 过程中可能会生成更多新的自由基 形成链锁反应 使反应不断进行 最后这些自由基 再度结合生成稳定分子 使反应中止 根据反应式 生成1mol的氯甲丸 需要与1mol的氯气反应 1mol的2氯甲丸 需要2mol的氯气 1mol的3氯甲丸 需要3mol的氯气 而1mol的氯氯甲丸 则需要4mol的氯气 一般来说 氯丸和氯气的乳化反应产物 常为氯甲丸 2氯甲丸 3氯甲丸 和4氯甲丸的混合物 有机乳化物 也可由氯缺的加乘反应 制备而得 例如 以氯和氯气反应 可生成 1-2氯乙丸 和氯化氯反应 则生成 氯乙丸 乳本 可由本和乳素 在乳化铁催化下 反应生成 例如 本和氯 在氯化铁催化下 反应生成 氯本 将甲丸 与过量氯气 在UV光条件下 进行反应 生成 氯甲丸 二氯甲丸 三氯甲丸 和四氯甲丸 各0.1莫尔 则反应中 消耗多少克的氯气 乙缺和原酸反应 可生成 A、B 两种有机乳化物 是画出化合物A 和化合物B的结构式 并写出它们的中文系统命名 有机乳化物 可与强碱水溶液反应 供热后 进行取代反应 生成 纯类 通式如画面所示 以锈乙丸为例 锈乙丸与氢氧化钠水溶液 供热 可得乙醇 有机乳化物 与强碱的酒精溶液 供热 则会发生 脱去反应 生成吸听 例如 锈乙丸 与氢氧化钠酒精溶液 反应 产生乙烯 二氯丸 在不同溶剂中 与氢氧化钠 供热 可得到不同的产物 氏化出化合物C 和化合物D的结构式 并写出它们的中文系统命名 从前面的影片 我们可以知道 浮氯碳化物会破坏臭氧层 造成过量的紫外线 进入大气层 传统冷媒 二氯二氯钾丸 在对流层为相当稳定的分子 扩散到高空 受到紫外光照射时 会释放出氯自由基 并催化臭氧分子分解 反应途径如下 二氯二氯钾丸 照射紫外光后 产生带未成对电子的 二氯氯钾丸自由基 和氯自由基 氯自由基和臭氧反应后 会将臭氧分解成氧气 并再产生 一氧化氯自由基 一氧化氯和大气层中的 氧原子反应 则会生成氯自由基 在氯自由基的催化下 臭氧被持续分解 直至自由基消失 净反应可写成 臭氧和氧原子反应 生成氧气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支影片的学习内容 在今天的影片中 谈到了有机乳化物的制备 丸类在UV光下 和乳素分子进行乳化反应 或是利用稀缺和乳化氢 乳素分子的加成反应制得 此外 有机乳化物 可和强碱水溶液供热 进行取代反应 生成醇类 也可和强碱的酒精溶液供热 进行脱去反应 生成锡类 浮氯碳化物 在高空释放出的氯自由基 会催化臭氧层分解 使过量子外线进入大气层 氯乙丸与氢氧化纳反应时 由于氯原子的电幅度大 使氯原子带部分负电 与之连接的氯原子则带部分正电 反应机构为氢氧跟离子 攻击带部分正电的氯原子 形成不稳定的过渡状态 最后 氯离子离开生成醇类 这类反应可以明显看到分子结构的翻转 就像是被风吹开花的雨伞 在有机化学上称为SN2反应 但当二氯二甲鸡饼丸和氢氧化纳反应时 却观察不到结构反转的现象 想想看这是为什么呢 欢迎在底下的留言说说你的想法 我们下集见 感谢观看